混賬 你還是不是個人啊 你像不像一個做母親 做婆婆的 又對自己的媳婦吃避孕藥 你知不知道這一顆小小的藥丸 對一個女人腸汗有多大 她還這麼年輕 你要她吃多久 吃一輩子 一輩子不能生 一輩子活在得癌症的陰影下 你還有沒有點人性 這就是你有家教 有輩子的大家規 就做出來的行為 你別這樣 簡直是青春走肉 你給我閉嘴 你別這樣罵我 今天我猜秀你 我不管做好做壞 我為的是誓言為你們趙家 你呢 表面上你對她不滿意 你跟著我罵她 暗地裡把她弄到公司 弄到你跟前 兩個好一起思惠送人就好你們 你以為我不知道啊 看她娘都過了二三十年了 現在把女兒捧在手前當個寶 好 你幹嗎呀你 表面做一套暗地裡做一套 你 你幹嘛是這個義官警察 你不要連到那裡 義官警察 我錯 走 亮亮 上去把你的東西收一收 我們走 趙警官我警告你啊 是我警告你 蔡舅妮 你已經瘋狂到 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你的所作所為 言行舉止 思想觀念 已經完全背了一個 正常人的行徑了 你把全世界的人都羞辱了 我沒有辦法再忍受 跟你相處一秒鐘 惡果你自己嘗罷 走 亮亮 她們大概要離婚了吧 她們大概要離婚了吧 我死都不会让她迷回来 我死都不会让她迷回来 我嫁给你爸爸三十年 她倒是护着王家那些狐狸鸡 都是跟我动手就是打好我小叫 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一对母女的 我怎么会让她们自由 我嫁给你爸爸三十年 今天晚上就暂时住在俱乐部吧 明天再回去 我怕你半夜回去会把你妈吓到 什么事儿等明天起来以后再说吧 爸 对不起 你跟世元妈妈 你们 你们 你们怎么办 我的医生 大半辈子都已经过了 好坏 都是这样子 还能怎么办呢 倒是你 你该怎么办 你还这么年轻啊 其实我的选择 我必须为了选择负责 值得吗 我相信赵世元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我知道 他经常在我睡觉了以后 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溜出去慌疼 你不敢在客厅等他 甚至连房间的灯都不敢开 早上起来大家都不提 你赵做他的早餐 当作没这回事儿 我都知道 亮亮 这个家里面有太多公开的秘密 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你觉得这样的婚姻 还值得你去期待吗 爸 我妈妈也问你一句 你的婚姻 你这样的婚姻 为什么也能维持 将近三十年 你又在期待什么 我不一样 我是为了孩子 我也一样 我也希望 将来我能有孩子 爸 大部分人 都会介意神经病的遗传记忆 当初我为什么嫁给世元 就是因为他的勇气 他让我感动 他的爱是无谓的 他接纳整个汪子量 我的外表 我的个性 以及我学艺力 看不见了阴暗面 我到哪里 才去找一个这么可爱 这么勇敢的男人 是 你 你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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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现在就跟我回去 我是被赶出来的 我不回去 谁赶你 明明是你拿着包包 跟爸爸一起出去的 整个行星我都很清楚 你清楚吗 你真的很清楚吗 你几乎天天都不在家 要不就喝烂醉回来 你如何清楚呢 你知道我过什么样的日子吗 我忙 我累 我心里苦 这些我都认了 可是你知道吗 你母亲连我妈都一块羞辱了 世元 你是真的不够细腻 还是故意出心大意 视而不见了 难道你没有发现 难道你看不见我过什么样的日子吗 你 这有婚快两个月了 我喊你妈妈 不是叫妈妈 而是叫世元妈妈 这又怎么样嘛 妈妈跟世元妈妈 不过只是个称呼而已 有这么重要吗 对 那表示她根本不接受我 她不认为我是这家里的一份子 她规定我叫世元妈妈 跟阿辉叫她太太是一样的 可是人家阿辉也不会离家出走 亮亮 对 我的待遇真的比不上阿辉 阿辉家人可以做母亲 而我不可以 你 你听见了没有 你妈妈不许我怀孕 她抢摸我每天吃病运药 每天 在她面前 在她面前 她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 赵世元,你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 我听见 世元 我听见了 我知道了 你一直都知道了 是吗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恨你 我恨你 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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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冷静点 冷静点 冷静点 我说冷静点 冷静点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像疯子一样 你该有孩子吗 真的生下来像你这样子 你怎么办呢 赵世元 你王八蛋 你是个闹手 你够了 闹手,我是闹手吗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到时候 敢去你王子梁之外 谁敢 陈子惠敢吗 我可以忍受有一个疯愿吗 我可以忍受有一个精神病的小舅子 甚至 甚至你疯了我都认了 可是没有必要不要 我就成为一个疯子的爸爸 这样对我不公平嘛 你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 你承诺过我 你要给我一个正常的家 我们可以有孩子的 在家里跑来,跑去 你 这些都是你承诺过我的 是 我是答应过你,我承诺过你 但是 赵世元 你忘了吗 是谁在我家门口发了疯的喊 爱我全家 是谁抢着任自己当疯子 是为了要我接纳他是谁 是 我承认那是我 可是 但是那是在恋爱嘛 那现在你的孩子都死了吗 你的狂热 你的勇敢 都随着婚姻的开始而结束了吗 亮亮,我还是爱你的 那就让我当母亲 亮亮 亮 有这么困难吗 这难道不是人生毕竟的过程 不要那么快,可不可以 我不想这么快去被迫面对 这么大的责任跟义务 我 我连做我自己我都还没做完 我都还没做过瘾 你为什么必须要我去做父亲呢 也就是说 今天就算你妈妈不逼我吃病药 你也会想起办法 不让我怀孕是不是 也就是说 你妈妈可以有恃无恐地逼迫我 是因为经过你的默许 你认同他的残忍 你下次跟我俩一样 你够了 是 你说我通通都是你这样满意了吧 你有没有觉得 你现在心里很扭曲很变态 如果我不想立刻做个父亲 在你眼里是最大恶习的话 那么你太想立刻做个母亲 是不是很不正常呢 你一直希望 任何人用很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你 你为了要证明你是正常的 你是健康的 于是你拼了命事的 在其后一年之内就要怀孕生子 这就已经是矫枉过程 就已经是很不正常了 任何正常的 健康的新婚夫妇 都不会想这么早有孩子的 他们都希望能够尽量把两人世界 过得越久越好 只有你 怀孕 最好今天结婚明天就把孩子给生下来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你想要证明什么 你把我当成是什么 你是在嫁人还是在披走马 我还要没有想起来 那你闻了 我还没有想起来 你还没有想起来 你书只要想起来 不需要 你把以后itchen是想起来 你还没有想起来 你还没有想起来 你的忍耐 我完完全全不知道你在忍耐什么 让我充满了罪恶感 请不回来吧 知道你请不动她的 本来我跟妈还想打个赌呢 可是不行啊 我跟妈的看法一致 都知道她不会跟你回来的 没得好赌了 连个冷门都抱不出来 赵世芬 你嘴巴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坏 对不起,是我们猜错了 那她下班就会回来了 哥,别在我面前横眉竖眼的 你照不住她的 汪子亮吃定你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屋子现在没别人,你成什么墙呢 你搞清楚啊,是我不稀罕她回来 所以说,汪子亮还是聪明的 要是我,我就做不出来了 你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拐弯过脚的说话 我骂我自己笨也不行啊 我是没她聪明啊 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事 我是做不出来嘛 假装可怜兮兮的提着箱子 像是被赶出婆家 其实呢,是要自由 这要自由做什么啊 约会嘛 她现在爱跟谁见面 那些人就可以跟谁见面了 你把话说明白啊 还不够明白呢 会听话的人早就听懂了 你要说的就是陈中威嘛 你如果真担心亮亮会跟她见面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盯着她 坐在家里瞎猜 我用什么身份去盯她 我用什么身份去禁止中威跟谁见面 从其量我跟她不过是男女朋友 既没名分也没法律上的约束 就连你跟你老婆结了婚 你也不见得能够约束得了她 少师芬我警告你啊 不要在那里挑拨是非的 我跟亮亮的感情本来是好得很 那你怕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我是很讨厌很烦 你跟妈两个让我很烦 既然感情好 她为什么不回来啊 她也觉得很烦 我只是让她过两天轻松日子 生了每天看见你们两个的 烦 赵世元 别再自欺欺人了 我说她是制造机会去跟陈中威见面 绝不会有错 你等着瞧吧 我会把这个人来看哦 甚至不是在那里套说 这种人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